61.聯合報 首日票房1900萬偽人打趴《鋼鐵人電影拍得晚》 2015年7月18日升《Block C4》《蘇詠志》報道萬威影業那珍點石成金 原本在台之名道並不高的超級英雄偽人 上篇首日全台票房1900萬元 連《鋼鐵人2》與《美國隊長2》、《酷寒戰士》都撐扶其後 在漫畫原作中本是復仇者聯盟創始成員之一的《偽人》 但因電影上當的時機較晚 前兩集復仇者聯盟的相關情節都改到其他角色身上 除了美國以外 之名道並不如美國隊長、鋼鐵人等重要成員 不過萬威影業近年來操作超級英雄電影得心應手 宣傳造勢策略有整體的配套 因而早在《偽人》上映前已經努力炒作聲勢 對此人物不熟悉的觀眾 也大概知道這是萬威的最新大片 加上七月放暑假 學生在第一時間走進戲院 片箱之前的口碑絲影也成功將好評傳出 令《偽人》開張大吉 首日就低造亮眼票房 雖然萬威目前超級英雄片充滿不少成熟型男 但與索尼合作將新版《蜘蛛人》電影 縱用不到二十歲的英國新秀湯姆荷蘭 其他超級英雄影片也有世代交替的動作 用更年輕的演員吸引新世代觀眾支持 原出萬威、電影版權營在福斯的X戰警系列 除了之前已經登場的青年X教授、曼慈王等之外X戰警 天愧首度出現少男少女版毒眼龍、琴葛雷、暴風女與藍魔鬼 演員造型搶先在娛樂週刊官網公布 引起粉絲熱力討論 嗯